第1131章 第三闲学 想到就动手 罗兰离开第三边垂城后 立刻去了弹药工厂 尽管安娜此刻不再无动 但她的设想若没错的话 这部分改造单屏现有技术也能完成 或者说 只有这样 她才具备大规模生产的价值 在轻微的簇拥下走进工厂 毫无准备的工人们顿时跪倒了一片 现场充满了惊喜与激动的气氛 望着大家狂热的眼神 此时罗兰才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或许太冲动了点 不过既然已经来了 没错 将试验之行 顺势变成了一场慰问视察之旅 好不容易让气势高涨的工人们回到岗位 她立刻吩咐负责人道 把场里最熟练的工长叫来 我有件东西想要试制 是 陛下 夜光弹的原理并不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将石心弹头挖空 并填入发光剂 助燃剂与延迟火药 再用尾管和铝薄片封口 子弹被激发时 发射药燃气会冲破薄片 点燃延迟火药 直至令发光剂燃烧 最终形成明亮的伪计 对于各类化工业齐全的后世而言 这不过是多加一条生产线的问题 但换成工业项目极度不均衡的吴东城 就显然很头疼了 发光剂一般是消散丝 美驴粉和过氧化杯的混合物 这意味着 若想大规模生产液光弹 首先要攻克的这几种化合物的工业生产线 而自家地盘的化工业处在什么水平 罗兰自然心知肚明 直到现在 化工部也不敢说 一定能满足第一军的机枪弹药供应 更遑论其他了 负责人很快找来了一名工匠 有些出乎他意料的是 对方并非头发花白 颤颤巍巍巍的老者 而是一位年纪二十五六左右的青壮年 他激动地单膝跪下 宛如骑士一般行礼道 陛下 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效力的 罗兰随即反应过来 没错 吴东城已经进入了机械生产时代 学习能力更强的年轻一代 正在成为工业化浪潮的主力军 这也是手工业作坊难以看到的景象 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越了年龄带来的优势 在全新的生产工具面前 过去的经验已不再适用 现在想来 工厂里忙碌的大部分人都在二三十岁左右 想到他们已在关键岗位上担任要职 辉宝的未来还真是值得期待 罗兰满意地点点头 我想在子弹上添加点新东西 你按我说的做就行 他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石碑在剧烈变形时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么只要借助火药燃气的冲击力 或许便能实现同样的夜光效果 其具体的原理和冲压机类似 在弹头内部消出一个逐渐收紧的葫芦口 底部填上一层薄薄的石碑切片 当子弹发射时 膨胀的燃气将直接把切片挤压进葫芦口中 由于中间卡口的存在 即使子弹出膛后 切片也没办法恢复原状 相当于一直处在缩小状态 从而不断发出光芒 直到耗尽电视为止 稍微解释了几句 对方便完全明白了他的意图 并一口硬落下来 仅仅隔了一天 一份验证报告 就送到了罗兰的办公桌头 结果证明 该方法确实可行 在多次尝试后 改造成功的20来发子弹 皆能看到明显的闪光 弹幕在众人面前 留下了一条清晰可变的光痕 它不由得大为振奋 一直以来 看不到射击落点的夜战 始终是第一军要塞化战术的一大软肋 哪怕用上照明弹 想在昏黄的光照条件下 达到白天的射击水平 依然困难无比 另外 把机枪搬上飞机的话 这一问题只会更突出 即使是万里无云的晴天 飞行员很可能也不知道 自己把子弹打到哪里去了 若能用如此简单的方法实现 只是效果 对即将到来的神异之战 无疑大有好处 何况传统夜光弹 由于发光剂不断消耗 重量和重心都会发生变化 最终导致弹道的偏离 因此 在其面世之初 也有着夜光弹命中的话 就意味着其他子弹 没有打中的说法 而利用不会消耗的石碑碎片 作为指示灯 性能反倒比传统方法更优秀 只要稍微加长诞生 新型夜光弹的飞行特性 就能正常子弹相差无几 唯一的问题 只剩下吉南镜 到底有多少石碑可供使用了 一周后 沙漠遗迹的两位发现者 抵达了浅滩海港 在会客厅中 罗兰重新询问了一遍 他们在水洞下所发现的奇景 两人的回答 他们的探索距离仅有数百米 而所谓的石碑墙后方有什么 完全一无所知 换句话说 他们看到的石碑 很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毕竟按照壁画来推断 能令血液汇聚成河流的遗体 数量应该不在少数才对 另外沙明 星巴迪的有一点描述 令他十分在意 那就是洞穴里的环境 宛如银川绿洲 甚至出现了传闻中 已经绝技的神石之花 如果曾经的广阔草原 真是因为三神 使者的离开 而退化成沙漠 那么无尽海角的地下 应该也不例外才对 或许是传言本身存在偏差 又或者那里 还隐藏着别的玄机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 挖开那片沙漠来看一看了 问完情况后 罗兰将辖湾人单独留了下来 你的潜水装束 很有意思 发现的遗迹 也足以铭记史册 他慢慢悠悠地喝了口茶 老实说 看到你能将蒸汽机 活用在新发明上 实在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要知道大多数人买下 他连照着使用都困难 没有工厂派出的技术人员 进行指点的话 他们就只能站在一旁发了 更别提动手改造了 单凭这份能力 你的半只脚 就已经踏上了 终身荣誉探险家的讲台 多 多谢您的赞誉 雷克斯激动道 我也是花了半年时间 才摸清楚控制他的原理 如果您需要的话 我可以优先为您供应 潜水装束 价格优惠一点 也完全没问题 不 你误会了 我并不需要你的潜水装束 罗兰微微一笑 事实上 只要我想 完全能做出更好的来 雷克斯眨了眨眼 似乎没料想会得到这样的回复 他尴尬地咧开嘴角 像是想要挤出一个笑容来 陛下 而罗兰直接打断了他 你也许觉得我在吹嘘 不过 那无所谓 我真正想要的 是其误会 对方不由地愣住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知道你想要证明什么 而我可以帮实现这一点 罗兰直截了当道 天下间的闲者之学有两种 关心与炼金 抛开前者不谈 我觉得你们所做的事 都是为人类创造出新的事物 那么 为什么不能把奇物 当成第三种闲者之学 并建立起 与之相称的行业协会呢 雷克斯的呼吸 陡然急促起来 他猛然意识到了 这番话里的含义 如果换作别人来说这话 他只会觉得是胡周 甚至是嘲讽 比起赫赫有名的炼金师协会 和关心结社 奇物会压根就不值一提 但灰宝之王不同 以他的名望和声势而言 这并不是一件绝无可能的事 他咽了口唾沫 感到自己的嗓子 都有些沙哑起来 那代价是什么 对方既然打算帮助奇物会证明 就不可能没有所图 这一切 什么 嗨嗨 不 我的意思是 你们将为我效力 罗兰清了清喉咙 前来吴东城 成为灰宝的一份子 所有的研究成果 都归于我所有 包括销售权和使用权 而你们会获得荣誉和财富 以及更理想的研究环境 我 雷克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 虽然饱受轻蔑与批评 但那好歹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 就这样教育别人的话 奇物会里恐怕有 大半人都不愿答应 我知道这需要郑重考虑 你先回休息的地方 好好想一想吧 罗兰站起身来 将身旁的一本书 推到他的面前 三天后 给我答复就行 陛下 这是 雷克斯捧起书 不解地问道 你发现遗迹的奖赏 他仰起嘴角回答道 第1132章 奖励的作用 离开会客大厅 辛巴迪正在城堡庭院中等他 怎么样 大酋长有对你的潜水装束感兴趣吗 沙明兴致勃勃地问道 经过一周的相处 两人之间熟络了不少 也算成了半个朋友 发现遗迹的奖励又是什么 探险家的称号吗 雷克斯有些失落地摇了摇头 他不打算购买潜水装束 这样啊 辛巴迪很快反应过来 不过辉宝王国不需要也正常 等消息传出去后 霞丸商会一定会注意到你的发明的 大海是宝藏盆 这是你自己说过的话 不是吗 他的确说过这样的话 雷克斯心想 既然汇宝之王决定召见他们 显然是对此事格外重视 那么按照招募条款 必然能得到丰厚的赏赐 无论是奖赏本身 还是探险家称号 都能为他吸引来大量目光和话题 从而令潜水装束的名声 响彻峡湾诸岛 可是 他苦笑了下 陛下的奖励 是一本说 辛巴迪愣住了 你说什么 沙明微微低头 目光移动到对方的手中之物上 难不成 就是这个 雷克斯无奈地点点头 书本并不厚 大概也就数十页 而且封面上一个字都没有 更别提精美的香边与印花了 哪怕它是由普通贵族赠予的 也显得颇为寒酸 实在不像一件拿得出手的奖励 如此封赏 不可能带来名望 说出去了 或许还会招来嘲笑 大酋长 不应该是这样 辛巴迪跺脚道 连我都得到了20枚金龙的赏赐 你作为打捞计划的发起者 本应比我得到的更多 才是 墨金人的耿直 让雷克斯感到了一丝暖意 不过他 心里清楚 绝对不值得用这种事情 去质疑一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 因为对方已经开出了 替他实现怨响的条件 只是他仍在犹豫而已 这时一名亲卫走了过来 陛下 已为你们准备好了住所 请跟我来吧 多谢 他连忙攻身道 接着示意辛巴迪跟上自己 不管如何 还是先回去 好好看看书里的内容再说 走出城堡区不久 雷克斯忽然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嗡鸣声 像是从天边传来的一连串闷雷 却又更加清脆 他轻轻移了一声 寻声向远方望去 只见蔚蓝的天空中 出现了一个隐约可见的黑点 鸟 他刚冒出这个想法 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这距离 只怕有好几里地了 什么鸟飞起来 能有如此声势 沙鸣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 一想 他浑身都绷紧起来 像是一个进入戒备的战士 那东西 冲着我们来了 敌人吗 雷克斯惊讶到 在灰宝王兜里 我不知道 但他绝不是什么鸟兽之类的东西 放轻松点 带路的轻卫 却一脸平静道 那不过是 长公主殿下喜爱的玩具罢了 虽然最初看到时 会觉得难以置信 但你们 在这里多住几天 就会习惯的 公主的 玩具 两人竟发现自己 完全听不懂对方话里的意思 陛下也曾 劝过提力殿下 尽可能不要离开试飞场 可他却认为 场地太小 没法尽情施展 除开居民区 工厂区 与漩涡海外 也就只剩城堡区 这条路线了 轻微见怪不怪道 不过 我总觉得 他是故意来向陛下炫耀技巧的 依然无法理解 然而即便 无法理解 维克斯也从对方的神情中 捕捉到了一丝自豪 不到熟悉时间 刚还远在天边的黑点 便已经近在眼前 就在那近似咆哮的轰鸣声中 狭湾人看到了这一声中 最不可思议的场景 长着两对长翼的金属造物 如狂风般掠过他的头顶 其阴影比最大的海鸟 还要大上数十倍 光是观其形体 就让人觉得沉重无比 但恰恰是这只沉重无比的铁兽 此刻却翱翔于天空之中 同时 他还在铁兽上 看到了一名女子的身影 尽管看得并不真切 可他确实是搭载着人在飞行 范 维克斯脑海中 突然跳出了这个名字 奇物会并不是一个 组织严密的协会 他和对方也往来不多 是在公开验证 非议的那天前去观看过 老实说 他甚至有一点讨厌犯 因为他不切实际的妄想 导致声誉本就不高的奇物 会变得更加差劲 但现在却有人 以更夸张的形式 完成了这一壮举 看着围绕城堡盘旋的 双翼铁兽 他的心底 掀起了滔天巨浪 轻微将两人带进一栋 被称为外交楼的旅店 留下一句 我叫肖恩 若考虑好了 随时可以来城堡区 告知我答复之后 便转身离开了 星巴迪 依旧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 他嘴里一会念叨着 三神庇佑 一会又跑到窗边向外 张望 也不知道是害怕 还是想再一次见到 那匪夷所思的造物 雷克斯则将自己 关在了卧室中 他凝视着手中 毫无特色的书本 像是想要透过他 看到陛下的想法 足足一刻钟后 他才翻开了封面 在这一刻钟里 他做了各种假设 从普通的传记 诵词 到吴东城的风土人情介绍 会成员 欠来吴东的威胁通告 但什么都没有 第一页 只写着一句话 福利定律 进入禁止流体中的物体 受到一个福利 其大小等于 该物体所排开的流体重量 方向垂直向上 并通过所排开流体的行星 乍看起来十分拗口 可在心里默念数遍后 雷克斯渐渐瞪大了眼睛 他快速翻到第二页 竟是整版整版的算术时 大概是考虑到了 他的理解能力 每个式子 都附带了详细的注解 越是看下去 他便越难以挪开视线 体积 密意度 福利 这些概念并不陌生 可谓是耳熟能详 但在此刻 他却像第一次看到它们一般 每个词语 不再是抽象的表述 而是加带着单位的数字 一个物体是尘世符 具体尘到什么程度 提起比一算即可知道 雷克斯刹那间 便联想起了 迈到辖湾的钢铁大船 与氢气球 它们在记忆中 仿佛变得真切而清晰起来 再往后 则是一种能自主沉浮的潜水器 虽说只是构想图 但配合着前面的算式 无疑是行得通的 而书本莫为几页 他更是看到了一种 奇特的大型船只 他既能像普通海船一样 行驶于水面之上 又能如于一般在水下穿梭 他巨大的身躯内 足以容纳好几百人 哪怕是最致命的风浪 对于水下的他来说 也毫无危险 雷克斯完全被这样的 设想所震慑住了 同时 心里也泛起了一股 索然无畏之感 就仿佛 他在一条未知之路上 好不容易迈出了一小步 正值欢欣鼓舞之际 别人却已经指出了整条路径 联想到那呼啸而过的铁兽 像这样的路径 吴东城 似乎还不止一条 他已然明白了 奖励一词的含义 如果拒绝挥宝之王的条件 那么凭借这本书里的内容 他绝对能在潜水打捞事业上 达到一个新的地步 只不过第二阶段 便已是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至于第三阶段的潜水船 基本这辈子与他无缘 倘若同意罗兰陛下邀请的话 这本书 则将会成为 说服其他人的最有力手段 其误会也将得到新生 第1133章 幽影之潮 同一时间 漩涡海东域 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 排成五路纵队 漂浮在幽影群岛之外 其中最为醒目的一艘船只 便是雪风号 无论是黑色的钢铁船身 还是头顶冒出的滚滚黑烟 都将他和其他海船鲜明的区分开来 而此刻 雪风号的甲板上正一片忙碌 水手们来回奔波着 为进入群岛做最后的准备 雷霆则在剑桥中 向众人交代着 注意事项 你们都是辖湾最优秀的探险家 很多人已不是第一次来幽影海域 所以废话 我就不多说了 这片群岛的位置 飘忽不定 加上落潮时会扬起大雾 所以 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明白了吗 头儿 您就放心吧 一名副官拍着胸脯道 我们跟您这么多年了 什么时候出过差错 倒是四大商会 非要派出一艘大船跟着来 要出问题 也是出在他们身上 没错 来几艘小船也就罢了 想在暗礁遍地的海域内 穿行 三维海船 可不是一个好选择 他们大概以为自己的船 都和雪风号一样灵活吧 到时候出交了 可别指望 我们回头 这话 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哄笑 担心我们隐瞒发现的话 直接让舰长 搭乘我们的顺风船不就行了 那些商会 分明是想要在这次探险行动中 占据更大的话语权而已 我就说他们的资助不好 不过想要去更远的东方 没有一支大规模的船队可不行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望着嘈杂不休的众人 一旁的卡蜜拉 戴瑞微微叹了口气 在长达近一个月的航行中 她也算对幽影海域 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这儿仿佛是漩涡海的中心 每次潮涨潮落 皆是从此处开始 也是起落幅度最明显的一处海域 前后落差 甚至能让水下的数千块岸礁 变成一座群岛 沉睡岛与之相比 不过是小屋见大屋罢了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 幽影群岛被发现 至今已有十来个年头 但始终没有一张精确的海图 原因就在于 这里的岸礁并不是固定的 所有隐藏于水下的物体 似乎都在不断移动位置 连那座巨大的遗迹也不例外 想要横穿海域 就必须等到所有礁石 都露出水面为止 正因为如此 在其中航行的难度可想而知 可眼前这伙人 完全不像是训练有素的职业者 倒更像是一帮 好勇斗狠的土匪 探险家的身份 在辖湾民众面前 确实拥有不俗的声望 然而在同乡之间 他完全看不到这一点 除了极少数像雷霆这样 可以服众的人 大部分都是我行我素的主 对曾是贵族的卡米拉来说 如此混乱的场景天性 令他觉得反感 如果不是提利殿下的要求 他真不想让穷和这伙人一起行动 叹气之余于 他发现自己居然有些怀念起 吴东城的第一军来 至少他们不会在执行任务时 像猴子一般闹腾不止 无论何时都站得笔挺 精神抖擞的列队 总是那么赏心悦目 忍住心底的不适感 卡米拉离开剑桥指挥室 来到了钢铁大船的后甲板上 他一眼便看到了在船尾玩耍的琼 以及陪在其身边的玛格丽女士 见到她出现 琼顿时缩到女商人身后 只露出棒的头 向她望来 明明听说在吴东城时 卡米拉不由得有些泄气地想 难道自己就这么难以被认可 若是比认识时间的话 她可以算是除了玛格丽之外 接触对方第二多的人了 女商人微笑道 怎么了 心情不好 她指了指自己嘴角 都挂在脸上了 不 卡米拉愣了愣 我只是 不喜欢指挥室里的气氛吧 玛格丽像是看出了她的想法 我早就说过了嘛 探险什么的 让那帮男人去操心 你专心欣赏海上的风景 把它当作一场旅行就好 那怎么行 卡米拉皱起眉头 都交到他们手中了吗 你不信任雷霆吗 我 玛格丽拉起她的手 走到围栏边 你的责任感 值得敬佩 我想 若非如此 提利大人也不会将沉睡到 交于你管理 但有时候 偶尔多信任下 别人也不坏 不光是雷霆 还有提利大人也一样 我怎么可能不信任提利殿下 卡米拉心里这么想着 却发现无法轻易地 将反驳说出口 对于女巫搬迁至吴东城一事 她一直是不大认同的 何况在大海上 待得长了 时刻绷紧精神 很容易把自己逼疯 玛格丽接着说道 别看他们平时 跟一帮毫无教养的土匪一样 航海技术上 还是很有一手的 卡米拉 总算找到了能开口的地方 我得生命 我并没有那么说 但你是这么想的 对吧 女商人的话 很快让她哑口无言 哈哈 这没什么稀奇的 四大王国的贵族 看我们像野蛮人 就跟我们看墨金沙鸣 像野蛮人一样 老实说 完全不带歧视 或者说歧视理由 跟出身无关的贵族 我只见过一个 罗兰 温布顿 尽管不想承认 但她确实只能想到这个名字 毕竟那人早在四年前 就公开 向女巫伸出了援手 如果说之前 还认为她有可能 暗藏不轨之心的话 如今这个借口 也已不复存在 因为那名被救的女巫 已经成为了 灰宝的王后 多一点 信任吗 就在卡米拉肩末之际 大海远处 忽然传来了隐隐的闷想 宛如一道巨浪 正朝他们席卷而来 又像是无数渔群 在海面翻滚躁动 不过她知道 那只是自己的错觉 此刻目利索急的范围内 大海依旧一片平静 开始推潮了 玛格丽低声道 啊 穷紧张地抓住了 女商人的衣角 一刻钟后 卡米拉看到了变化 一块尖尖的石头 露出了海面 接着是第二块 第三块 与其说是群岛 倒不如说是一座石灵 来得更加贴切 他们正从水中 徐徐升起 不一会儿 便占据了大片海域 当水面跌落超过五米后 石柱下面更粗壮的 岛礁才逐渐露出真身 卡米拉不禁屏住了呼吸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不可思议的场景 由于整个海域都在跌落 以至于视野尽头的海天线 飘了起来 仿佛升到了群岛之上 但那只是 视觉带来的误差 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 坡才对 原来的海天线 成为了坡顶 而幽影海域 则变成了一个 微微倾斜的缓坡 然而即使如此 海面依旧看不到浪花 堵住耳朵 回头望去的话 仍可以用 风平浪静来形容 这样的奇景 持续了一个十分左右后 岛礁之间泛起了水雾 幽影海域 终于呈现出了 它名副其实的模样 第1134章 坠入深海 五五 雪峰号 也在此时 拉响了魂后的汽笛 那是启航的信号 纵队里 排头的四艘海船 跟着升起风帆 从船队中脱离出来 咸越湾 落日岛 潜水城 双龙岛 四大商会的船只 尾随于雪峰号之后 缓缓驶向幽影海域 原本开阔的视野 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阳光也暗淡下来 明明不过千米左右的距离 却像是进入了 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当漫天的水雾笼罩甲板时 卡米拉感到船身的震动消失了 发生了 什么事 别担心 动力装置停转了而已 玛格丽像是看出了她的疑惑 在这里航行最重要的诀窍 就是慢 如果是小船 还好说 大船的话 依靠水坡滑行的速度 就够用了 你看后面 卡米拉朝着她指的方向望去 刚刚还升着风帆的商会海船 也都降下了半翻 而且有些翻面的朝向 还互相抵触 这在正常航行中绝技 是看不到的场景 另外 每艘船前后都架起了一个 熊熊燃烧的火盆 以用来标示自己的位置 不过即使如此 她也只能看到两艘海船的踪迹 第三艘的轮廓 已全部隐没于雾中 微弱的火光 如同鸣灭不定的萤火 而第四艘海船 则像彻底消失了一般 我们正在下坡 卡米拉有些怀疑地问道 在沉睡岛待过一段时间后 她对大海也不再是一无所知 当高涨的海水 吞没那些洞窟或裂袭时 水面便会出现一团团漩涡 小的不过手指粗细 大的则可达数米 但不管如何 海水都会从四周向窝心汇聚 越是靠近终点便越快 她之前以为是大海太过旷阔 才没法明显地感觉到 洋流的变化 可此刻船队已经进入了幽影海域深处 水面依然如此平静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甚至 她看到漂浮于水上的藻泪 正在向海域外飘动 这意味着洋流的方向 根本没有发生过改变 别说像坡底汇聚了 连回头的迹象都没有 至少在这一块区域是如此 看上去的确不可思议 但事实就是这样 玛格丽点点头 如果落潮是一个巨大的漩涡造成的 我们根本不会有探索的想法 因为能影响到整个大海的漩涡 只怕比地狱深渊还深邃 闯入其中 必然是死路一条 正是因为她如此奇特 雷霆 才希望能一探究竟 她顿了顿 看向凝视着大海出神的穷 不过人的能力 终有极限 想要潜入海底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正是你们的帮助 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话虽如此 可这地方面 未面也太诡异了点 卡米拉望着四周 湿漉漉的石柱与岛礁 心里阴影有些发毛 相隔较近的 还好 至少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形体 那些远处的礁石 则只剩下一道道 深浅不一的黑影 简直就跟噩梦中 伸出的鬼爪一般 啊 鱼 红色的鱼 穷忽然嚷道 卡米拉偏过头去 只见一条鲜红的河流 骤然出现在雪峰号又闲处 尽管事先已被雷霆告知过 但亲眼目睹时 她依然感到了由衷的震撼 鬼影红河 一条由鱼群构成的特殊航道 别砸嘴了 赤鲫鱼并不好吃 马格丽拍了拍穷的脑袋 只要循着鬼影红河前进 就能抵达三角高塔遗迹 提利殿下应该跟你提到过 遗迹内部 有着一个类似于 瞭望镜一样的古怪仪器 能看到一片 从未见过的广阔大陆 那也是我们此次航行的最终目标 她的确和我说过 可惜 我们现在的目的地 跟古代遗迹无关 不然你就能亲自感受下 那座遗迹的雄伟与奇妙了 允伤人无不遗憾道 你的反应和殿下 还真是截然相反呢 马格丽言嘴笑道 大约缓缓航行了 一个时辰左右 雪峰号在一块较大的岛礁边 停靠下来 接着是四大商会的三维海船 等船队下谋后 各方负责人都聚集到了 旗舰的甲板上 居然一个不少啊 雪峰号的副官撇嘴道 我还以为 你们会把船开上哪块礁石 然后哭喊着 找人帮忙呢 优秀的船长和水手 可不是只有你们才有 四大商会的人 自然不会当作没有听到 钢铁船好是好 但船上的人可就不一定了 行了 雷霆的出现及时中断了争执 能顺利抵达 就已是最好的结果 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 没有 商会负责人纷纷道 这次似乎格外安静 连一只海鬼都没碰上 我也觉得奇怪 平时总有那么一两个倒霉弹 会被海鬼拖进水里来着 还是说 我们选择的航线 避开了古代遗迹 而那些怪物更喜欢 把遗迹当作巢穴 听起来有那么点道理 雷霆沉映了片刻 挥挥手 让众人安静下来 既然如此 那么事不宜迟 退朝 最多持续到傍晚时分 所以最好在那之前 深入海底 若是毫无发现的话 我们就必须趁着掌朝前离开 否则将会被困在群岛海域中 动弹不得 他望向两名女巫 穷 卡米拉女士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啊 穷认真点了点头 只要你能让这些人都闭嘴的话 卡米拉美好气地扫了眼那些 探险家一眼 事先生命 我进行心灵连通时 需要聚精会神 到时候谁下 叫唤打断我的话 可别怪我不会重来 得到雷霆的保证后 他将手搭在穷的肩膀上 同时闭上眼睛 一阵轻微的晕眩过后 他漆黑的眼前 浮现出了另一幅画面 那正是穷的视野 去吧 卡米拉在心里说道 如果联系被中断 或是遇到了任何危险情况 你就立刻折返回来 明白了吗 不要逞强 你的朋友 还在等着你回去呢 提到朋友这个词时 他明显感到了 对方的一丝颤动 接着整个精神 都变得坚定起来 知道了 随后穷向后一跃 跳入了海水中 一股清凉舒适之感 顿时包围了卡米拉 浑身的疲劳 仿佛一扫而空 不过他知道 那几时错觉 感受到惬意的不是自己 而是穷 他分享了穷的快乐 怎么样 雷霆问道 目前一切顺利 深度大概五十米左右 卡米拉回道 那些石柱 似乎并没有变粗的迹象 连岛礁也是 我没有看到 海床或是海底山峰一类的东西 它们都是分开的 这便是他的任务 虽然穷能在水下来具自如 却没法将看到的东西 准确表述出来 想要尽可能知晓 对方所看到的一切 唯有心灵共鸣能力 才能半岛 深度超过一百 光线有明显变暗 但视野里的景象 依然很清晰 石柱和岛礁仍在延续 并没有到底的迹象 卡米拉低声嘟囔道 见鬼 他们也太长了点吧 或许那些看似像小岛的礁石 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岛屿 而是 而是什么 有人问 他咽了口唾沫 而是更粗的石柱 罢了 第1135章 一遍突生 漩涡海这么大 出现什么奇特的地形 都可以理解 雷霆沉默了片刻后说道 我曾在狼心王国 看到过一片风化的岩山 倒跟这些石柱有些相似 最多就是没这么细长而已 可水下并不会刮风 卡米拉虽然这么想着 却没有说出来 风 他脑海中 忽然传来了穷的声音 这儿有风哦 你说什么 卡米拉下意识地开口道 嗯 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吗 雷霆咳嗽两声 那就再说一遍好了 我之前在狼心时 我问的不是你 是穷 卡米拉打断了对方的话 尽管有些失礼 但他在惊讶之余 已顾不上那么多了 穷刚才好像在说 海底有风 甲板上的所有听众 都不由得为之一愣 感受不到 但能听到风的声音 呼 滑 呼 滑的 你没有听到吗 没错 这是心灵交流 只要穷能听到 自己应该 也能猜对 卡米拉连忙集中起精神 果然 在穷脚下 深不见底的海水中 隐隐有风声传来 就好像是气流快速 穿过山洞一般 我再多下去一些好了 穷说道 不过得换一个姿态才行 说完他解开裙子上的记带 让双腿和海水 亲密接触在一起 青色的鳞片 很快从脚踝涌出 并将双腿 包裹成了一个整体 一只鱼形的尾巴 刹那间 卡米拉感到身前的阻力 和持质感 都仿佛消失了一般 仅仅是一次摆尾之间 她的身子 便在水中窜出去 老远 简直比鱼还要灵活 这才是穷真正的模样 下潜速度 瞬间快了许多 200米 风声似乎在变大 水底下依然没什么变化 400米 周围 已经完全黑了 但好在穷 并不完依赖光线事物 石柱 还在向下延续 并且有新的柱子出现 用来定身的绳子到头了 你们还能再多结几结吗 该死 现在有多深了 600还是800 穷 也无法确定 石柱的话 说到这里 一直在陈述 情况的卡米拉 忽然愣住了 不 这 这怎么可能 发生什么事了 雷霆连忙问 沉睡倒大管家 只感到一股 难以形容的寒意 从背后升起 陡然蔓延至全身 柱子 柱子 没了 没了 是指消失了吗 雷霆皱起眉头 望向海面 周围密布的岛礁 毫无变化 怎么看也不像不见了的样子 卡米拉握住自己 微微颤抖的手 没有海床 什么都没有 他们是悬浮在海水中的 这话 让众人不禁倒吸了口凉气 在穷的视野中 他分明看到 树根石柱 已经到了尽头 但那并不是说 他们有了支点 而是戛然而止 就好像末端 被齐齐斩去了一般 只剩下上半截 静静矗立在水中 不光是细小的石柱 就连那些岛礁 亦是如此 巨大的石墩 凭空而立 下方 根本没有任何支撑物 这一幕实在太过诡异 完全超乎了常理 悬浮 你是说 群岛都飘在水上的吗 三神在上 那可全是一块块石头啊 女人 你确定没看错 不可能 就算他们能浮起来 也不可能像现在一样 纹丝不动 没有毛锁固定的话 光靠这点洋流 就足够把整个幽影群岛 一点点冲到峡湾了 甲板上顿时炸开了锅 都闭嘴 雷霆一声大喝 令其他人冷静下来 所有的岛礁都扶着吗 我不知道 他们的长度并不相同 卡米拉难难道 那些新出现的石柱 依旧在往下延伸 而且穷下潜的速度 明显变慢了 显然她的能力 虽能对抗深海带来的压力 但也是存在极限的 就在这时 卡米拉注意到了 一个怪异的景象 有几根巨穷较近的柱子 似乎被拉长了 不是整体长度 它们几乎像树干一样 笔直插入海底 更深处 根本看不到末端 也就无谓长短一说 引起她注意的是 细节 是柱子上的纹路 和藤壶之类的附着物 从其中一段开始 前者仿佛变得更修长 而后者则从原形 渐渐偏向于椭圆 由于数米之内 就有正常的样本 做对比 因此显得颇微不协调 你想靠近看看吗 穷感知道了她的亚异 那儿确实有些奇怪 嗯 卡米拉清了清 有些干涩的喉咙 你小心 穷缓缓游到 最近的一根石柱旁 伸出手 想要去触摸那些古怪的藤壶 然而下一刻 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 大管家亲眼看到 那只覆盖着鳞片的手指 长了几分 咦 这是怎么回事 她迷惑的伸手 又张开 是我的幻觉吗 卡米拉心里 突然涌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就在她准备通知雷霆 身前暂时终止之际 一只海鱼 从穷眼皮下方游了过去 那是一条寻常的荧光蛮 长约一臂左右 但越过人鱼姑娘时 她的身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起来 短短不到五米 就由一条鰻鱼 变成了一条近似海蛇的生物 不过这还没有完 她的下沉 速度仍在持续加快 又过了数息时间 荧光蛮忽然被拉长至极限 尾巴仍在视野内 但头部已经扎进了无边的黑暗里 长度少说也有百米以上 眨眼间 她就如同一道流光般 消失在深海中 简直像被什么吸进去了似的 卡米拉只觉得头皮发麻 汗毛倒立 她忍不住静止大喊道 快离开那里 探寻结束了 立刻浮上来 可惜太晚了 穷摆动了几下尾巴 身子却没有动静 或者说她拉长的速度 追平了上浮的速度 卡米拉能明显地看到 她的鱼尾已增长至十多米 但宽度没有丝毫变化 其景象显得恐怖无比 穷的思绪也慌张了起来 我 我这是怎么了 卡米拉 我该怎么办 在家把劲 别停下 用力点油 你可以做到的 卡米拉私声道 然而一切努力毫无意义 不管穷如何游动 她的身子都在不断下沉 就像陷入了泥潭中一般 此刻不只是尾巴 连身体与双手都发生了疾变 她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无助地向头顶伸出手臂 谁来 救救我 不 话音未落 视野猛地下沉 接着变成了一片漆黑 卡米拉睁开眼睛 无力地跪倒在地 汗水从鼻尖滑落 一滴滴落在手背上 此刻她才发现 自己身上已溺出了一身冷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穷遇到危险了吗 雷婷走上前来 茫然中回过神来 我不知道 心灵连接被中断了 第1136章 天海像是过了许久 又像是短短一瞬 穷看到自己的身体 像着漆黑海底无限延长 直到一个白色光点 出现在视野尽头 接着光点化作万丈光芒 将它笼罩其中 下一刻 那仿佛不属于自己的身体触感 又回到了意识中 轰鸣的水声汹涌来 几乎震破了她的耳朵 深海的宁静 刹那间被打得粉碎 她感到自己 像被卷入了一个漩涡之中 不过很快又否决了这个想法 漩涡只会围绕中心旋转 但在这里 四面八方都充斥着急剧的水流 正是它们的相互撞击 才会爆发出如此强烈的声响 即使是穷 也无法在这样的情况下 稳住身形 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它就如同一片 漂浮在暴风海浪中的羽毛 只能任由这些水流 包夹着左冲右撞 这里是哪儿 虽然完全摸不着头脑 她也知道 此处已不是大海深处 鳞片感受不到太多压力 水深最多不超过百米 这意味着她很快 就能浮出水面 另外 不管穷在心里 如何呼喊 都无法再得到卡米拉的回应 这使得她迫切地 想要摆脱目前的困境 就算身不由己 至少也得浮上去看一看 好在改变沉浮 远比改变方向要容易 她竭力仰起头 一点点在奔涌的激流中上升 就在月出水的那一刻 穷茫然地睁大了眼睛 幽影群岛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周和头顶都是岩石 本应该是宽阔无际的大海 变成了一条数百米长的水道 海水在其中快速流动 轰隆作响 而水面之上刮着狂风 吹得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 其呼啸的声音 则和此前听到的海底风声 重叠在一起 她堪堪转过头去 却看到身后 忽然迎来了一片光亮 水流争先恐后地 朝发光处冲去 犹如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难道 刚才的经历 又要重来一次吗 来不及多想 穷已经被势不可挡的海水 推进了那片光亮 轰鸣声陡然安静下来 仿佛一下离她遥远了许多 有那么瞬间 她觉得自己飞了起来 身体变得轻飘飘的 毫无一丝实感 然而很快她便意识到 自己确实正在天上 脚下是她熟悉的蔚蓝大海 只不过相隔距离 足有千米 开外 四周的岩石 则被天空所取代 她看到的光芒 来自于高悬于云层上的太阳 而携带她冲出沿洞的海水 已变成了一道宽广的瀑布 可是 她既不是麦西 又不是闪电 根本不会飞啊 脑海中刚浮出这个念头 身子便骤然坠落下去 啊 啊 啊 扑通 在经历了一段魂快 都下掉的高空坠落后 穷一头掉进了海里 如果不是在魔影里 看过类似的场景 只怕自己就要吓死在这里了 她重新游出水面 长出了一口气 对了 之前明明是在深海中 为什么会突然 被水冲到天上 想到这里 穷抬起头向上望去 随后愣在原地 天哪 那是什么 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一块巨大无比的磐石 悬浮在半空中 其体积 之大已至根本无法看到全貌 她头下的阴影 遮蔽了大半个海面 宛如覆盖天空的阴云 甚至有些云层还在她之下 这使得人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那并不是 一个孤立的庞然巨物 而是某座山峰的顶端 不过即使是绝境山脉 放到她面前 也不再雄伟 穷估算了下 其岩壁厚度 少说也有上百米 简直跟大型岛屿一般 就在那浑厚的岩壁上 裂开着许多缝隙 短的数百米 长得则有好几公里 它们向外倾泻着海水 形成了连接天海两界的瀑布 如此大量的水流注入 使得海面上激荡起了一波波巨浪 就算是雷霆大人 也没有见过如此震撼的奇景吧 尽管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但有一点穷 可以肯定 那就是 此地必然离峡湾和徽宝极远 不然这么大一个东西 浮在天上 老早就应该被发现了才是 我 还能回去吗 在颠簸的浪涛中 琼将半个脑袋缩回水中 咕噜噜吐出了一串气泡 扑通 就在这时 他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坠水声 像是又有什么东西 上面掉下来了 难道还有其他不幸被卷入其中的落难者 琼估摸了下距离 纵身潜入水中 朝着那个方向游去 游了约半个钟后 他总算看清了落水之物的 全貌 那竟是一只形状古怪的船只 大小和三维海船相当 下半部分 似乎是鱼身和巫贼的混合体 上半部分 则是一根根弯曲肋骨构成的框架 其中包裹着 形似内脏的血肉 乍看起来 有颇像被吃掉一半的动物身躯 令他不禁感到一阵恶心 但那绝不是什么死物 落水后不久 他便撑开四只腹齐 朝着海浪扩散的方向 滑动起来 穷寻着他的背影望去 不由得大吃一惊 在更远一些的地方 居然还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怪物 他们整整齐齐排成树航 在海浪中半影半现 其架势 俨然如同一只庞大的舰队 等到心落水的 那只会如猎队后 舰队缓缓向着东边驶去 直到他们完全消失在天际线尽头 穷才松了口气 接下来该怎么办 既然怪物海船是从头顶上的 浮空陆地落下来的 这附近 说不定还会有其他诡异的敌人存在 虽然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物 但直觉告诉他 绝对不要轻易靠近对方 而自打觉醒为女巫后 类似的直觉就从未出错过 不要逞强 你的朋友还在等着你回去呢 穷的脑海中 闪过了卡米拉女士的话 接着闪电 麦西 洛家姐的笑颜 一一浮现于眼前 她想回去 一生中 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想法 她想回到吴东 回到那个 仅仅待了一个冬天 却结识了许多伙伴的地方 她想回到大家身边 啊 穷像是给自己鼓劲一般的 叫了一声 变明方向后 朝着西边游去 不管大海有多宽广 总归存在边界 而且闪电还说过 他们居住的世界是球形的 只要向着一个方向不停游下去 她就一定能再见到探险团的朋友们 一定 船队必须得启程了 维霆望向府在围栏边的卡米拉 戴瑞 幽影群岛并不是此行的终点 每在这里逗留一天 我们都会消耗不少淡水 如今已是第三天 再这样下去 队伍会失去控制的 可是 后者的面色明显有些憔悴 穷还没回来 这并不是你的错 雷霆拍了拍她的肩膀 何况继续等下去 也不会有任何改善 还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话吗 心灵连接被中断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连接对象 死亡 二是距离相隔太远 如果你不愿相信第一种结果 那么更不应该再次停留 你是说 去海县 你懂找他吗 老实说 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总比在这儿干等着要好 雷霆耐心道 别忘了 穷并不是普通人 一名寻常水手落水后 无人接应 的确会死 但穷不会 没有我们他也能活下去 我明白了 卡米拉咬咬嘴唇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海县 不行 雷霆打断了他的话 你的精神状态 已无法应对接下里的探险 而且我答应过罗兰陛下 不管结果如何 探寻完幽影群岛 就立刻让你返回吴东 对抗魔鬼战争 仍需要你的能力 另外 也只有陛下才有可能知道 穷到底在海底下遇到了什么 你的情报至关重要 他顿了顿 望着对方正重道 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 完成分内之事 才是成熟的做法 卡米拉难过地闭上了眼 两个小时后 雪峰号拉响了汽笛 早已准备好的船队 扬帆起航 驶向更远的东方海域 而其中 一艘船则脱离了大队 掉头朝着折返方向而去 两者渐行渐远 很快消失在彼此的视野中 第1137章 被放逐的高阶之敌 沃土平原 塔九号站点前沿 目标东北六度四分 距离6500 区域一方 深情炮击覆盖 希尔维趴在麦西背上 地面上不少草皮有被掀翻过的痕迹 散落的泥土还十分新鲜 大概也就最近两三天之内发生的事情 已转述 聆听福音那边 很快传来了沙威简短的回答 五分钟后开始炮击 末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 请注意安全 希尔维不由自主地望向塔其拉方向 如今 在这个高度上 已能用肉眼捕捉到圣城废墟的位置 尽管还有50多公里 看上去比指甲还小 但却给他一种静在咫尺的感觉 城市坍塌的轮廓与树林混合在一起 宛如一座被遗忘的微型雕塑 虽说那已经超出了魔力之眼的观察范围 不过他依然能感受到 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正在闪烁 只要他不移动 就意味着他们仍暂时处于安全的境地 嗯 我知道 他收好福音 拍了拍麦芊广阔的背脊 我们再飞高一点 哦 孔兽化的麦芊 长笑一声 张开近十米的巨翼 乘风而起 如今他的体型差不多 也有两只普通孔兽大小 堪称孔兽中的巨无霸 就连比起卡布拉达比驾驭的那只 便一种来说都不遑多让 不过联想到 他变成鸽子 依然是鸽子中的巨无霸 希尔维便觉得释然了 爬升约百米后 身后隐隐传来了沉闷的雷鸣声 接着他前方的大地 突然腾起了树根沉柱 柱子周围 能明显看到荡开的波纹 其 所到之处 草屑横飞 宛若把坚实的土地 化成了淋淋的水面 无论欣赏多少遍 这样的场景 都赏心悦目 接着是第二轮 第三轮雷鸣 经过教设的火炮营 已能将炮弹精准地射进 它所标注的区域中 因为在空中 难以具体测定打击区域的面积 所以通常用粗略估值来代替 而一方相当于 吴冬城堡区的大小 约16400平方米 也是它最为熟悉的地方之一 在炮火的覆盖下 希尔维没过多久 便看到了伴随着 沉住飞出的残肢 一枚152毫米榴弹 足以制造一个 深达一米左右的弹坑 而魔鬼的潜伏深度 不会超过50公分 这还是在被 红雾腐蚀的土地上 如果是普通地面 最多也就刚刚盖过头 若恰巧被炮弹落到头上 那么连一具完整的尸体 都不会留下 当然 并不是非要榴弹精确命中 才能杀死魔鬼 那一圈圈绽放开的阵波 才是真正的杀手 特别是对于 埋在地下的目标而言 与泥土紧密贴合的躯体 意味着没有任何缓冲 暴星 20米内受到的冲击 都将是致命的 这种不讲究 敌人具体的位置在哪 而是劈头盖脸 将整个区域 都轰上一遍的打法 陛下称之为 洗地 五轮炮击过后 百来之埋伏的魔鬼 从泥土中爬出 开始向后逃窜 敌人已现身 确定为狂魔 请言远角度递近射击 希尔维会报道 收到 忽然间 他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抬头向塔奇拉望去 那颗红色的星芒 陡然亮眼了许多 并快速朝着阵地飞来 他立刻掏出 另一枚聆听符音 闪电 快回来 斩魔者 行动了 麦芊也同时调转方向 迅速撤离此片空域 半刻钟后 三人都回到了 第一军的防空保护圈内 斩魔者也进入了 魔眼的直视范围 希尔维看到那名 酷似人类的蓝皮魔鬼 在炮击区域上空 盘旋了两圈 随后冷冷盯着空中的三人 神情里满是杀意 而在这一过程中 火炮营始终没有停止射击 他虽然愤怒 却无能为力 希尔维意识到 即使是强大的斩魔者 也无法阻止呼啸而至的炮弹 猎杀他的同类 最终他只能丢下四处奔逃的狂魔 转身归去 希尔维顿时感到压力 减轻了许多 他走了哦 我们再过去侦查一圈吧 麦欠嚷道 他看了一旁握紧拳头的闪电一眼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还需要为晚上保留些魔力 而且周围五六公里的范围 都扫过了一遍 足够保证工程队近几天的安全了 回到九号站点的地下指挥所 希尔维将地图上的一块土地 涂成了绿色 那正是今天清扫出来的区域 而像这样的绿色 几乎围满了铁路沿线 辛苦了 拂晓晨光捧着一杯红茶走上前来 看来伊蒂斯大人的放逐计划奏效了呢 希尔维接过茶水笑道 嗯 目前来看确实如此 像这样的遭遇 已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实际上自从逼近到塔奇拉100公里后 他的前出侦查危险程度 便大幅增加 使用魔眼穿透土层观察时 会导致难以注意空中的敌情 而在该距离内 魔鬼已能做到 在多携带器官的情况下 长期逗留空中 因此参谋部针对性地制定出了放逐计划 将侦查区域分华为数层 0至2公里为绝对安全区 这个范围内 每一个角落都被魔眼扫视过 之后也时刻处于站点的警戒下 不大可能出现被偷袭的情况 在这个距离内 防空班组可以离开战壕 提供更广阔的保护圈 2至10公里为甄别区 该区域皆在要塞炮打击距离内 也是希尔维和麦谦的主要活动 空域 进行清扫过后 即可认为相对安全 并用绿色在地图上标注出来 10至50公里则是危险区 只有闪电一人再次侦察 目的是找出那些藏匿于云层中的敌人 并提前预警 相当于为麦希征和希尔维取撤退的时间 也只有闪电有能力做到在这个距离内 瞬间摆脱敌人的追击 哪怕对方是斩魔者 亦没可能赶上进入音速的女巫 事实证明 放逐计划颇为有效 侦察组完全可以决定何时出击 而敌人只能被动阻截 没有地面军队配合进攻的话 单靠孔兽 又很难对驾在最前线的装甲列车造成破坏 把甄别区一步步变成安全区 拔出魔鬼射下的钉子 同时将最具威胁的斩魔者放逐于战场之外 让其空有一身力量 却抓不住侦察队的尾巴 这便是计划的核心构想 如果能令对方失去理智 硬冲正面防线 那更是再好不过的结果 唯一的遗憾是 斩魔者至今都没有显露出失控的迹象 对了 希尔维环视一圈 北地珍珠小姐 他人呢 带回吴东城了 菲林笑着回道 我想应该也到了那个时候 为讨论决战方案 而召开的最终战前会议 第1138章 截击之策 辉宝 吴东城 罗兰接见了前来复命的 第一军总指挥铁府 和总参部部长伊蒂斯 康德 怎么样 第一次乘坐海鸥号的感觉 他饶有兴趣地望向两位属下 回 回陛下 虽然他飞起来很快 对我来说 可能刺激太过强烈了点 铁府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罕见的心机神色 之前在一旁观看时 还没觉得 但亲自坐进去才发现 实在晃得有些厉害 特别是上上下下的时候 总觉得屁股下面是空的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他说到这里 挺起身形了个礼 咬牙大声道 当然 我会尽量克服这一点 请您放心陛下 原来 这位身经百战的墨金武士 有轻微的恐高症状吗 罗兰不禁挑眉道 你打算怎么克服 等到战事告一段落 我只要有时间 就去观看魔影 直到适应为止 还真是煞民的风格呀 他抽了抽嘴角 转向伊蒂斯 你呢 北地珍珠舔了舔嘴唇 片刻之后 才吐出一个词 很棒 然后 就没了 罗兰等了好一阵子 都没有等到下文 他疑惑地打量对方 却发现 他面颊带着微红 眼眸中 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色彩 好吧 他叹了口气 自己的 属下从某方面来说 都有些许易于常人的地方 他原本以为会看到 两人震惊或感慨的表情 然后将创造如此非凡之物的他 吹捧一番 目前来看是想多了 既然你们已经回来了 那么现在就去会议室吧 罗兰站起身来 该为这场战争 做最后的准备了 经过近六个月的建设和推进 沃土平原上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离塔奇拉废墟 只剩下不到60公里的距离 等到塔十号站点建设完成 第一军便能对盘踞于此的敌人 展开直接打击 火炬计划投入的人力和物资 远超过去四年 任何一次军事行动 如窑区炼出的钢铁 有八成以上都变成了轨道 其战略目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在红月降临前 断绝魔鬼树立方尖碑的可能 一旦沃土平原被红雾覆盖 则意味着魔鬼 随时能越过绝境山脉 侵入内地 不仅战线将大幅拉长 第一军 也将面对不再受 距离限制的敌人 对于数量 占据劣势的人类而言 这绝不是一个理想的开局 相反 若能抢先攻占塔奇拉 魔鬼 就只能选择另外两座 圣城的神石矿脉来 生长坊间碑 而坠星城和安列塔 都更靠近平原北端 即使在那里建造起据点 也没法直接威胁到四大王国 如此一来 不说神异之战 胜券在握 至少能再为人类 争取四百年时间 而跨入工业时代的辉宝 在四百年里 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不受困于粮食的人类 又能在四百年风流上几番 答案可谓不言而喻 因此 需要的备用土地 凡人终将战胜魔鬼 但不等于他们这一代人 能目睹到那一天的到来 这也是罗兰没有 告知众人的更深一层的理由 遗憾的是 事实并不总像计划那般完美 按照最初的想法 只要肃清 盘踞在塔奇拉的魔鬼 再将废墟改建成要塞 便算大功告成 如果以此作为目标 现在的第一军 离彻底胜利 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斩魔者的出现 令计划不得不做出了变动 诅咒之力 使得所有治愈手段失去了效果 以至于不大的 伤口极有可能致死 闪电 还好 治愈能力 基本和感染速度相当 叶子则没那么好运了 根据灰烬的暗中观察与报告 叶子的状态正在恶化 尽管他什么也没说 但气色和精神 都瞒不过贴身相伴的灰烬 恶化 意味着创伤的腐坏速度 超过了愈合极限 就像一点点扩散的病灶 一开始看似无碍 但到了后期中会 拖垮整个身体 不管这个过程是一年还是十年 作为人口扩充最重要的一环 这都是无法接受的损失 必须在塔奇拉与斩魔者 做一个了结 会议室里 女巫和军队代表齐聚一堂 墙壁上也展开了 来自第三边垂成的光幕 众人讨论的内容只有一个 那就是 如何在决战中 确保杀死拥有诅咒之力的 高阶魔鬼 首先要说明的是 根据参谋部的推演 当确认战局无法挽回时 斩魔者撤退的几率高达九成 最先发言的依然是伊蒂斯 这一结论没有太多确凿依据 更多的是行为预期 从至今 对方人和阵队 保持着相当距离的情况来看 他和卡布拉达比 应该是截然相反的例子 我赞同这一结论 和魔鬼打交道最多的埃尔霞说道 汉不畏死 不等于无畏送死 在这一点上 他们和我们没多大区别 一个高阶指挥者的作用 远远高于普通狂魔 不大可能和手下一同陪葬 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在他撤退的路线上进行拦截 伊蒂斯点点头 幸运的是 我们对敌人的行踪一清二楚 而类似的事情之前 也有过经验 他望向安德利亚 奎英 弱战魔者对此毫无察觉 超远距离狙击 无疑是最安全 也最稳妥的选择 后者优雅地捋了捋头发 我有疑问 提力开口道 请说 殿下 北地珍珠府凶道 第一 单靠一发子弹 能不能杀死战魔者 仍是个未知术 万一只是击伤对方的话 该怎么办 我们并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第二 倘若对手早已发觉 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的存在 且在撤退时有意规避 又该怎么办 从历次战斗来看 这样的可能性不仅存在 而且不小 毕竟敌人对火器的了解程度 已经快过了 我们的预期 这两个问题 我们也有过考虑 伊蒂斯回答道 对于第一点 参谋部得出的结论是 用神法之石制作弹头 神石子弹 没错 就算没有一击致命 敌人也会因此丧失飞行能力 当然我知道 神石越小硬度越低 切割到普通弹头程度的神石 连锤子都能直接敲碎 根本承受不住出膛时的压力 但安德利亚小姐所使用的武器 口径不同 或许可以试一试 她顿了顿 另外 关于这一点 我还向艾克莎女士确认过 直接用魔力之血 融出来的神石强度 会高尚不少 她此次回来 就带着两瓶 从魔鬼身上采集来的新鲜血液 现在应该正在进行相关试验 用魔鬼的血 来制造杀死他们的武器 这个点子我喜欢 艾尔侠笑了起来 不错 你是第二个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凡人 北地珍珠丝毫不以为意的 回忆笑容 至于第二点 我们需要一只预备追兵 来补上这个漏洞 目前只有闪电的速度 快过斩魔者 温帝担忧道 可是他 无法阻止敌人 不 他摇摇头 比斩魔者飞得更快的 还有一样东西 东西 提力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没错 那便是俯冲时的海鸥号 伊蒂斯一字一句说道 第1139章 赛琳的请求 而飞机上搭乘的是 神法女巫 正是如此 静魔领域和神识的效果相同 十来名神法女巫 应该能拖住甚至杀死对手 就算不行 狙击小队 还有赶过去 补上最后一击的机会 北地珍珠直言谈道 当然这不容易 具体怎么做的取决于对方的行动 但至少不是束手无策 我个人认为成功率不低 毕竟敌人领叫过枪弹 却没有见过海鸥号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敢相信 普通人能飞上云霄 罗兰立刻明白了 参谋部的构思 的确 全指望狙击小队并不稳妥 若对方从莫名消失的 巡逻恐兽中 察觉到了人类有一种 能远距离精确打击的武器 撤退时 必然会做出某种应对 比如 全程保持变相飞行 或是降低高度 贴地逃窜 那么 即使是安德利亚 也无计可施 他的 能力能找出那枚 必定树立的硬币 然而必定树立的硬币 却不是必定存在 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有人站出来 不上内魂 追击者 除了应具备超过 斩魔者的速度外 还得有能和斩魔者 对抗的强度 理论上 女巫中并没有这样的人选 而参谋部却想到了 用滑翔机 与一群神法女巫的组合 来实现等效效果 不得不说是一个 巧妙的曲线救果法 海鸥号 可以实现藏在高空中 等需要阻击时 再将高度转化为速度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动能积累 海鸥号 便能轻松突破 500公里的时速 后发先至地面上 逃跑的魔鬼 只不过 这个计划 应该是目前能做到的 最优解了 但我觉得 灰烬一定不会同意 毕竟那笔前线 还前线 甚至有可能与 斩魔者正面遭遇 罗兰望向提力 所以 我会说服她的 提力 沉默片刻后 决然道 我要去 殿下 温帝即到 此刻罗兰隐约能猜到 这位女巫联盟负责人的心情 假若自己发生什么变故 能维系住女巫地位的 便是安娜和提力了 一个是名正言顺的王后 一个是法理上的血脉继承人 只要有他们两人在 就能牢牢 稳住各方势力 因此 温帝必然不希望看到任何意外 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 我们所做的事情 和平常运送女巫 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等斩魔者意识到 海鸥号的存在时 塔奇拉的姐妹 应该已经逼得她抽不开身了 因此 风险皆在可控范围内 提力笑了笑 放心 我又不是灰烬那个笨蛋 不会做超过自己能力之事的 罗兰知道对方心意已决 也不再打算 将时间耗在这上面 她望向伊蒂斯 你继续说吧 是 陛下 伊蒂斯走到地图旁 方案的最后一步 便是伏击位置 若没有 红雾的支持 高阶魔鬼也撑不了多久 所以 这一潜在思维 会驱使对方 沿着血线撤退 以方便尽快补充处器官 这也意味着 最佳伏击地点 将在红线附近的 某个位置 关于这一点 我有一个好的提议 埃尔侠忽然说道 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 那位超凡者 曾有过一次潜入敌后的举动 啊 那笨蛋 提力扶额道 我之前还怪他浪费了一颗 五彩魔石来着 但现在 这个位于塔奇拉遗迹侧后方的定位点 却能给我们带来一个 极佳的观察视角 埃尔侠扬起主须 只要展开幻象仪器 血线周边的情况 便尽收眼底了 罗兰这时 也想起来了 狼女洛家发现 魔鬼大军出现在遗迹附近后 女巫联盟 曾策划过一次侦察 结果 最终因为队伍走偏 而导致计划失败 如果这颗五彩 魔石被捏碎在塔奇拉正前方 那么魔鬼 此后的数次出动 都能提前知晓 也不会出现 塔一号夜战这样的偷袭 本以为是运气不佳 没想到如今却歪打正招 实在让人颇有些感慨 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一句话来 原 妙不可言 既然如此 接下来几天里 铁府和伊蒂斯 就待在第三边垂城中 尽快确定伏击方案 罗兰吩咐道 魔力子弹方面 则由艾格莎与工程部联合攻关 遵命 陛下 众人齐声道 散会时 埃尔侠的声音 忽然传进了罗兰耳畔 从其他人的反应来看 这是一句只有他能听到的秘语 赛琳希望您能来地下一趟 祭典魔方的研究 有了新突破 半个小时后 罗兰走进了地底实验室 赛琳按下魔方上的机关 一道熟悉的红线 顿时出现在他眼前 那么 你说的新突破是指 请看这个 赛琳伸出抚须 将两块小拇指 长短的石块递了过来 它们都是魔方上的部件 距今应该有很长一段历史了 确实看上去 有些老旧 罗兰摸着下巴刀 特别是靠近外表面的那一端 有很明显的磨损痕迹 你现在已经能无损 拆卸魔方了 不对 等等 既然魔方上的部件在你手中 那它为什么还能发光 难不成 正是如此 陛下 赛琳笑着街道 魔方上此刻装着的 正是我仿制出来的新部件 而它能正常运作 说明 那些部件是有效的 不知道这个突破 能否让你满意 真是厉害 罗兰惊喜地握住它的处须 宛如在欣赏一把精密的刀具 这才三个月左右 我本以为会花上一年 或更长的时间 沉睡魔咒的戏腕帮了我不少忙 而且魔方的结构 也比魔力核心简单许多 赛琳任他打量一会儿后 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收回了抚须 之前需要几千块 用于试验的说法 可以修正下了 我想五百块类似的材料 就能完成一个仿制品 大清党的驻军 应该已经在 按照我的命令行动了 我想 很快就会有消息传来 罗兰振奋道 如果能够成功仿制 或许他也会像蒸汽机那样 为吴东城带来 又一轮翻天覆地的变化 既然如此 我能问您要一个奖励吗 赛琳忽然画风一转 语气中带着一丝期待 当然 这一切都是 为了今后能更好的 推进研究工作 你想要什么 罗兰好奇地问 助手 能协助我理解 梦境世界知识的助手 赛琳摆动着主须道 我的姐妹们就很合适 但让他们自学那些知识 实在太困难了 我听他们说 那里也有学院一类的机构 并且层次分明 若有专人指导的话 情况或许会好上不少 所以 陛下 您能把他们送进学校吗 第1140章 梦境世界中的黑户 晚上 罗兰向枕边的安娜 讲述了一遍白天会议的情况 考虑到神法子弹的强度和稳定性 这把专用武器 或许还要做进一步调整 在威力和实际应用上寻得平衡 这一点 也只有你能做到了 它的优先程度 暂时高于其他项目 在此期间 我会让安德利亚和艾格莎 全力配合你的 总觉得手上的活用员也做不完呢 安娜将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能加工飞机部件的机床 内燃机的改进 前线的铁轨 还有许多书上记载的项目 我都有些羡慕怕杀 塞林他们了 黑火虽然也能当手用 可终究还是不如 触须那般灵活 同时能控制的数量 也十分有限啊 那可不行 我才不想抱着一个大肉流睡觉 而且 你除了是工程部部长 更是汇报的王后啊 时常要在民众面前亮相的 罗兰笑道 她知道 安娜并不是在抱怨 而是在和她分享快乐 自从主动担任工程部长 一直后 她的神采都丰富了许多 在其他人面前 也不再是以前那幅 面无表情的模样 唯一没变的 还是那份最初的认真 当然 我也有在 帮你物色合适的人手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工程部说不定很快 就会充盈起来 按时间来推算 奇务会的 雷克斯应该已经到了 狭湾才对 就是不知道 作为奖励的 福利宗述 能否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要知道 她在最末伟化的饼 可是按照 还抵两万里 来的 对于没有接触过 科幻小说概念的 准发明家来说 如此宏大而规律的设想 可以算得上 是最好的供名物了 是吗 安娜伸了个懒腰 轻轻环抱住她 我会期待着的 不过现在 我想要一些其他奖励 嗯 看来今天要奖励的人 还不止一个 罗兰在心里笑了笑 温柔地俯上了 她光洁的背脊 安娜满足地睡去后 罗兰也闭上了双眼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 天花板已变成了 灵魂大楼的样式 清晨的阳光 正从窗帘一角 钻入房间 喜朔 吃早餐 宋杰罗出门 一切都和平日一样 罗兰趴在过道的围栏上 俯瞰着下方人头 传动的街区小巷 背着书包的学生 脚步匆匆的上班族 与沉练的老人们 共同组成了一幅 忙碌的生活景象 混乱 却充满活力 这座城市看上去 依旧如此平和 和最初 进入这里时的样子 别无二致 但他知道 世界已然发生了变化 在常人看不见的地方 有一股力量 正在改变着 他 就好像梦境 拥有了自我意识一般 从未见过的记忆内容 那本老旧的红皮书籍 以及书中夹着的纸条 都是变化的证明 自从阅读过 存在的理由 已书后 罗兰便对 《强威咖啡馆》 这个地名上了心 但无论是网络查找 还是女巫们逐条街的搜寻 都没能得到任何线索 城市里 共有46家咖啡馆 唯独没有一家叫《强威》 他不是没有考虑过 恶作剧的可能 可随着对现实世界的 不断了解 他发现书本中的内容 越发难以忽略 连带着觉得纸条 也别有深意 起来 彻底消失的异类 不是第一次爆发的战争 无法终止的觉醒和侵蚀 这一切仿佛 都能在现实世界里 找到影子 特别是放射族 同火柴人战斗现场的 发现 更是让书中的内容 充满了既视感 最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为什么一本《梦境世界》 创造出来的书籍 却能和现实引领对异 并且同样使用了 《神异之战》这个词语 可惜根据加西亚的说法 此书的作者 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唯一的突破口 似乎只剩下了那张纸条 不过在找到 强威咖啡馆前 他也只能将诸多 疑惑藏在心底 回到客厅 等到八点左右 屋外传来了 富有节奏的敲门声 棒 棒棒 一轻两重 正是代表着 走廊上没人的暗号 罗兰 连忙打开门 将敲门者放入屋内 陛下 早上好 三名娇小可爱的女巫 向他抬走行李道 其中一人 还是最早进入 梦境世界的 无光帷幕彤恩 还真是 高中生啊 罗兰忍不住服而想 彤恩他很清楚 拥有消聚 对有行动能力的他 觉醒后 第二年便加入了圣友军 接受灵魂转化时 已是28岁 战斗经验丰富 善于使用短刀 匕首之类的武器 进行潜入作战 但由于个头小巧 加上魔力特有的缓衰效果 导致他看上去 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 没什么区别 而另外两人 也同样如此 他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 与赛琳的对话 上学 我记得神法女巫的平均年龄 都在20岁以上吧 按这个年龄层来说 相对应的学院是大学 但他们的知识水平 最多也就出高中左右 如果年纪不相符的话 恐怕有导致身份暴露的可能 这点请您放心 若只是要看上去偏小的话 我们之中 还是有不少人能满足的 从另两人比同恩 更显年轻来看 赛琳并不是在夸大其词 只能说他把日常吃喝玩乐之事 交给菲利斯 法尔提等人负责后 对神法女巫的关注 确实少了些 毕竟三百多人的队伍 分成几十组交替轮换 倘若每次都由他来带队的话 马还有收集和记忆 各类学科资料的时间 在这一点上 罗兰认为自己的自律性 还是挺高的 我叫圣米兰 能力是姿态模仿 只要是被我的魔力连接到的人 任何动作 我都能完美模仿出来 这是第二次来梦境世界 还请您多指教 我的名字是 朵朵 能力是不存在的口袋 简单来说 就是可以将物品 放入魔力制造的隐形包裹中 呃 用处是不太大 但我不会辜负赛琳大人的嘱托 以及探秘会名誉的 两人分别自我介绍的 从能力来看 他们确实不属于战斗女巫类型 而这样的女巫 因为无法加入圣友军 通常会在别的方面更加努力 能力影响星星 这一点 似乎也能在打牌三人组身上得到印证 至于同安 大概是为了保护他们 而被赛琳选上的 毕竟梦境世界里并非毫无危险 特别是堕魔者越来越多的 如今 罗兰点点头 望向三人 赛琳应该已经将这次的任务告诉你们了 待会你们尽可能少说话 只要在对方询问的时候 配合我就行 是 陛下 年龄问题解决后 接下来要面对的 便是 黑户如何上学这一难题 事实上不光是上学 塔奇拉女巫们的身份仪式 一直困扰着罗兰 以至于她每次出去 打劫堕魔者 都得偷偷摸摸 选在尽量不会惹人注意的深夜 若不是有女巫的能力做掩护 那个总有不同人进出的仓库 只怕早就暴露在了热情的 统子小区民众眼中 想来想去 也只有一亿人 有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罗兰拿出电话 拨通了加西亚的号码